韩国男团出道的张艺兴回国发展后横向拓展事业 不仅继续音乐创作还参加综艺 也少量的参演了一些影视剧 张艺兴小时候就演过戏 尽管后来走音乐路线 重拾表演技能的她并不显身书尴尬 她是极才华和技能于一身的90后明星 多才多艺让她吸引了很多粉丝 外形温和的张艺兴在生活里是个人 邻家男孩一起来看看她的家 张艺兴抱着一束玫瑰在家里自拍 记录下超开心的时刻 呆萌的照片难怪她被粉丝们亲切称呼为小绵羊 画面可以看到她的皮肤状态很好 细皮白肤上没有一点杂质 一头精致短发很清秀 室内装修风格呈现经典的现代风 白墙加高端木质家具的配置实用又时尚 还在墙壁上悬挂一幅装饰化 增加室内的装饰感很有艺术气息 屋内的黄色灯光很柔和 照在家具上很温馨 这是家中休闲一角 张艺兴摆出玉跑的姿势 画面有点搞怪 她身旁的石木墙很显眼 和旁边的白色家具稍显特别 将现在简约风的家具瞬间变得很复古 这种新中式的室内装修很雅致 张艺兴身后的白色皮质沙发旁 摆放着一个特殊的装饰品 极具艺术气息 属实被这一艺术品吸引了目光 张艺兴居家穿一身素衣 靠在白色沙发旁发呆 白色弧形沙发上 放着紫色的球状装饰品 白紫两色相配 让室内装修显得轻松愉悦 两种如梦幻般的颜色 混在一起略带忧郁 和张艺兴此刻发呆的气质有些配 室内的设计和家具配套 看似简单 其实很有古运 看得出张艺兴对传统的守护 对古典文化的喜爱 这是家中卧室 张艺兴穿着一件背心 趴在床上认真的写东西 卧室装修风格是典型的 新中式 购置的家具很古典 床头旁的一盏 桶底白照台灯式样 简约复古 提升了室内的装修品位 看上还很有情调 屋内灯光较昏暗 白色条纹床单上个摆放着墨绿色靠枕 屋内设计很有民国情调 集聚着现代风装修的特点 将中式元素和现代材质巧妙结合 在家具和布衣床品中显现 展现了现代人的新型审美 这是家中的书房 屋内设计充满复古气息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集聚艺术感 和张艺兴在老九门里饰演的九页一角简直天配 尽显清冷淡雅的气质 墨绿色奢华的落地窗很大气 衬托着旁边的大书柜 上面整齐的摆满了各种书籍 还放着一个奖杯 落地窗同面墙壁中间 悬着一幅老式地图 屋内还特意放着一个老式地球仪 墙壁则使用木质雕花装修 书房的装修很讲究 灯饰都挑选了同种风格 性格内向的张艺兴不善表达 居家照待蒙接地气 坐在屋内一觉思考 样子乖巧安静 一旁的新中式高脚台灯 点亮了室内的艺术氛围 金色的光纤照在张艺兴脸上柔和腼腆 张艺兴心中式的家居装修风格 有出乎你的想象吗 年轻人大都喜欢厚 现代装修风格 那种黑白灰的居士 似乎是时尚和潮流的象征 心中式与之相较古典味更足 充满着浓郁的东方特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